全红禅一家子都哭了 全红禅赛后哭 哥哥全进华赛前哭 爸爸妈妈始终哭 舆论称 这一家子太不容易了 作为广东湛江麻张区的一农民家庭 难以想象他们这些年 到底经历了什么 付出了什么 昨天晚上23点30分左右 比赛结束 得知自己获得金牌以后 17岁的全红禅瞬间泪崩 情绪失控 他抱着教练陈若霖和队友陈玉希 失声痛哭 抽动的肩膀 瓢泼的泪雨 以及上气不接下气的抽气声 还有孩子一样 唯一在教练陈若霖的怀里 刹那间让所有的目击者忍不住落泪 他的教练陈若霖说 每天的训练时间是一点半 全红禅每天12点钟就自己去训练 他每一天比别人训练多一个半小时 他三年每天都坚持下来 而且全红禅这三年来 他还要克服青春期身体发育的各种压力 他都一一坚持下来了 所以全红禅夺冠后忍不住哭 但是在我看来 这应该是喜极而泣吧 但我被网友的一句话给笑喷了 那网友说禅宝哭了 那是因为被陈教练捏他脸捏哭了 全红禅今年也才17岁 有点天真浪漫自信傲娇的个性 还有刻苦努力成熟稳重的精神 全红禅在拿到冠军的那一刻 终于可以像一个孩子一样 在教练的怀里面哭了 哭的不仅仅是全红禅一人 还有不远万里到现场 为他加油的哥哥全静华 以及在万里之外的祖国家里 时刻守候电视前的父母 媒体评论说 腾讯体育精神报道说 全静华为了给妹妹加油 不远万里自费坐飞机 来到巴黎奥运会 为了给妹妹一个惊喜 他破天荒买了红色西装穿在身上 并且全天守候在场馆的出入口 当比赛前 妹妹出现在通道入口的时候 兄妹两人隔空兴奋地打着招呼 全静华朴实说 加油妹妹 回到湛江 我杀鸡给你做白切鸡吃 目送着妹妹入场的身影 全静华忍不住泪流满面 与此同时 守候在家里电视前的全红禅父母 从女儿进入视野那一刻 一直泪流不止 全爸爸说 女儿太不容易了 全妈妈也说 女儿太不容易了 然后 这对朴实的农民父母 就一直泪流不止 说不出话来